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11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星期日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時事 明天 就是6月12日 612 的四周年 在2019年的6月12日 我們猜不到 金鐘 發生 重申 佔領的行動 在2014年的時候 這個雨傘運動 就是有佔領這個金鐘 當這個散運 完結了之後 我們很多人 全香港也有很多人 都覺得 永遠 沒有機會再見到這樣的 事隔 是五年之後 五年之後 大家都想像不到 如果在香港的街頭 再一次 出現大規模的佔領 2019年距離現在 是過了四年 是不是代表 香港 沒有機會再見到這個畫面 又或者是不是代表香港 已經沒有機會再重生 答案 其實是否定 在這個2014年之後 絕大多數的人 都不相信這件事會再發生 結果 在2019年 不單止是再發生 而且 覺醒了的人 更加 是一定要跟港共政府作對 當然還有中共 2019年 四年之後的今天 6月11日 香港 港共政府 甚至乎 跟你說 是要制止 你們去播 或者是唱 或者是聽 是一首歌 這個叫做願榮光歸香港 那麼多人關注 這個願榮光歸香港 就是證明 其實 無論港共政府和中共 用盡甚麼辦法 去打壓也好 實際上 他們根本 沒有辦法對付人心 我們這一節要說的 是 禁制令 隨時就是出事 因為現在禁制令 嚇怕的 並不是想聽 想播 想唱 這首歌的人 而是 可能是香港 做生意的人 香港不停 就是叫做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我們繼續詳細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通擊五毛 通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 支持本台的方法 我們本台也有免費的方式給大家支持 所以請大家記得要幫忙 一定要做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機 加無限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安裝了Pi Network 繼續按閃電鍵 早前有報導 說香港的網絡 供應商 這個英文叫做 ISP 即是說 電訊公司提供網絡服務 電訊公司提供網絡服務 居然有機會 香港現在申請的禁制令 是有機會 將責任 推卸給互聯網供應商 這個叫做互聯網供應商 協會主席接受南華早報 訪問 他裏面就說網絡供應商 可以透過IP的位置 阻斷網站 但是沒有辦法看到網絡 使用者 在搜尋引擎裏面看到甚麼 查到甚麼 因為那些是加密數據 這個其實對互聯網 有認識的人也會知道 就算你是叫做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你根本控制不了 別人上去搜尋引擎的時候 找到甚麼出來 除非 你是將特定的網站 特定的網站將它封閉 不過當然 都已經告訴大家 最簡單的辦法 當然依然是透過VPN 透過VPN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因為你會不受地區所限 問題現在 並不在於 香港的網絡供應商有沒有實際的能力制止 所有位於香港的人去上網 去找到這個願榮光歸香港 但是 他們 就嘗試將責任 推下去 給這些網絡供應商 可能 就是他們要被控藐視法庭 又或者 甚至乎是犯其他法律 那就很好笑 整件事 就是一直以來中共和港共最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對付不了香港人 找藍絲出氣 大家回憶一下 絕大多數的香港政策 到最後 不僅 是衝著香港人而來 直接受害的 絕大多數 又變成率先是藍絲 例如這個 防疫 禁止出關 制止你們飛去英國 要回來隔離21天 結果 是導致大量投資 香港的酒店 投資香港業務的藍絲 那幾年 差不多全部破產收場 其實到現在 人們還是選手難腳 有些人家底比較厚 打針 疫苗 不用說 打四哥 接著釘蓋 接著中招 接著入廠 各種都有齊 又是藍絲中招 這次 大大力搞互聯網禁制令 市民又禁制不了 VPN又禁制不了 Google 理你也有了 你就繼續搞 你有本事 就可以去美國 派票 美國 你進入美國也進入不了 結果 制裁的又變成網絡供應商 當然 制裁網絡供應商 可能會有問題 預計可能發生的是甚麼事 就是香港的這些網絡供應商 其實可能會 集體 禁止 是香港 能夠上到Google的網站 這個是 最有機會發生的事情 意味著甚麼事 其實大家想想就知道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 商業 受到很大很大影響 很大衝擊的行為 正當大家在俯虎 不能用Google 又或者覺得YouTube可能上不到 正在擔心 很多可能是好像我們這樣的網台 YouTuber等等 你擔心錯了 其實你再想一下 你就知道如果香港是要去到全面禁止Google 是有多麼大啟事 你禁了Google之後 到底 到底是不是全部手機 全部Android系統你都不用呢 好了 我又當你真的禁止這個Android 不准用Google 不准用Google地圖 你 又不准 Google在這裏工作 又不准上網找到Google 但是 又想 其他東西正常運作 繼續用一下Google地圖 又或者其他產品 你想想想 意味著一件甚麼事呢 意味著是大件事 連中國大陸 都未夠膽 去到 是徹底 夠膽摧毀手機市場 你香港 憑甚麼 打算徹底 將香港 可能真的有一大半日 在用Android系統 直接結果 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你要全面禁止Google在香港使用 所有 相關的周邊的事物 包括這個手機 要迫你用蘋果 到時蘋果不聽話 是不是又禁止蘋果手機呢 你說你是外資 你怎樣做生意 你買手機 你是Samsung 你想怎樣 你跟我說轉平台 用Window Mobile 還是用iOS呢 你是不是要全面封殺整個Android平台呢 其實大家真的想想 到底會引起 多大的不方便 尤其是 做生意的人 搞金融 搞經濟 搞地產的人 你想想就知道這件事 很恐怖 所以 雖然這些親建制傳媒 出來跟你說我很害怕 其實他們的害怕 就是在說你再搞下去 到底真的怎樣做生意 你現在就說禁Google 下次又禁哪個搜尋器呢 下次輪到蘋果不聽話了 就禁蘋果 是不是全香港人一起用華為呢 香港現在的做法其實就是要 使得所有 正常運作的企業 都變成不正常為止 這種做法 絕對是在 將自己 絕無僅有 的最後的本錢 都要徹底摧毀 好 明天是6月12日 大家不用說了 全世界 一切 奏起這個願榮光歸香港 看看香港這一班人多麼好笑 躲在一個 那麼小的地方 自己關門 你們繼續打飛機吧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裡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精彩話題